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歌坛的一位女明星歌手 她在面对了父亲病故女儿自杀儿子车祸等系列重大感情磨难后 依旧坚挺的在歌坛打拼住阿阳之爱你一个男人情女人心等 一些曾经快振人口的歌曲就是她的作品 没错她就是著名的闽南语一代 歌后龙千语光阴四溅时光如梭 当年如此著名超级火爆的龙千语 今年1955岁了龙千语原名江玉琴多唱国语歌 是台湾著名女歌手 相信很多人到现在对她演唱的阿郎男人情女人心等歌曲还记有心 从1987年开始江玉琴以龙千语的身份转站台与歌坛 唱出了多少快振人口的好歌 她的代表作有早期的不如甭熟诗 输人不输阵近期的问花真心只爱你 阿郎错爱只爱你一个等系数下来 16岁就已经踏入歌坛的她 到目前为止已经推出超过55张个人专辑 产量如此之高 实在是令人惊叹不已 屏障圆满的嗓音 以及她对歌曲的深道理解 在当年深得人们的喜欢 产量之高令人惊叹 因而她也被称作歌坛公务员 而且还具有情歌天后的家喻 伴随着演唱事业成功的同时 她的生活方面就是极为不幸的 龙千语在私生活上可谓极为低调 然而再一次接受采访时 却透露她这辈子最懊悔的事情就是和老公离婚 据悉她与老公曹南平共同生活了长达七年之久 并产有一双儿女 她曾表示如果生活可以再给一次机会的话 她不会选择离婚 正由于年轻时的草率轻微 才导致儿女后来的悲剧发生 当时身为公众人物的龙千语 由于是未婚先孕 所以不便公开婚姻状况 然而直到她登记结婚 却仍未对外公开她与孩子的关系 直到她与曹南平离婚后 先怀愧疚的龙千语 才完到玉泽与子女意图居住 初到三十多年以来 她不断隐藏已经结婚生子的消息 直到2012年 女儿在情感上出现问题 并选择在圣诞当天自杀 她才对外承认死者是自己的女儿 然而女儿还留下一桌给她 上面说道 不要管我 就让我去吧 原谅我 看完一桌后的龙千语瞬间泪崩 女儿因为感情问题而轻生 发生在2012年 而在此之前 龙千语刚刚面对了父亲 因为身体患病不治病故的事实 经历就两次的重大变故 龙千语开始吃扎年佛病热心于公义 那曾想身在国外留学的儿子突发车祸 坠入身骨 不幸中的晚幸是没有 因此而丢掉幸运 随后龙千语远去国外照顾儿子 多个至亲遭遇如此的变故 让龙千语不得不自我感悟苦难 对于自己来说都是不眼天云 只要家人的陪伴还在 他会在乐坛继续前行或歇服 所以希望龙千语后面的路 一路平坦如康庄大道 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歌坛的一位女明星歌手 他在面对了父亲病故 女儿自杀儿子